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菲律宾 这个 我看一下 这个大陆媒体发布了 这个每天发布先兵胶的卫星照 非常的关注 那昨天有一度呢 说这个9701突然之间不见了 早一看不见了 本来正想嗨一下 后来没多久他又回来了 应该是去补给了对吧 短暂补给 那这个在先兵胶的中间这个戏湖里面 中国船只似乎正在对 非法滞留好几个月的 滞留四个多月 9701进行了一个包围 大家有没有看 这个画面当中 红色圈的是中国的船 然后这个116 稍后也要特别讲一下 非常大型的一个托船 那这是中国大型的远洋托船 南海就116轮 那这个船呢 真是这个声明远步 大家去看它过去很多很多 在海上救援的一些事迹 距离菲律宾 这个9701舰呢 只剩下2.6公里 然后在这个9701舰的周围 算一算五六百公尺 这么近啊 至少有六艘中国渔船包围 更不要说远远的 还有一些大陆的这个海军的 大陆的这个万顿的这个海警船 好所以这个让丽将军讲 丽将军怎么看 先兵交真的要动手了吗 我觉得这个菲律宾会很糗 到时候很难看 怎么讲呢 这个六艘围着你 那时候大概大陆来讲的话 会让他们去做人道上的补给 那你既然不守这个我当初的协定 那现在我就特地把你围起来 那会围到什么时候呢 我觉得会围到你这条船上面的游用丸 围到你这条船上面的人 肚子饿得花芳 吃不了饭 然后发电机发不了 你海水淡化 就自己默默地开走 也做不了 它不会开走 所以说我为什么这条116 轮在旁边待命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116 116是拖船 是海底救难船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116这个是大型的海难救难 如果说是万一在海上有任何船难的话 那116可以过去第一个救船 第二它还可以有将这个漏油 也可以将这些浮油收起来 保持海洋的干净跟清洁 它主要是以海底救难为主的 那现在来讲 这条船在旁边就是准备等这个9701号 这个出状况 出什么状况呢 譬如说它油全部烧光了 没有动力了 想要开走也跑不掉了 因为现在彻底把你围住了 不让你运步 等等到这边我想打个岔 因为在这个仁爱礁的那个坐摊的那个破船 都说再等等台风 等台风让它这个解体 到现在也都没等到 所以你现在等它自己飘走 会等得到吗 不是它不会飘走 对我说等它的什么油煤 油煤 所以为什么救难船在旁边 所以它昨天不就暂时离开了一下吗 不是就是去进行补给吗 我觉得如果说这时候因为中非双方来讲的话 有一句话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 你如果说真的在这边跟菲律宾产生武装上的冲突 军事上冲突来讲的话 可能对菲律宾来讲的话 太不给小马克失面子了 所以说让你自己主动来帮我求救 对不对 到时候你如果说9701号 你这条海警船来讲的话 你游用完 你船上的补给用完 那我切断你不让你补给 那你想想看这个船可以在海上面待多久 我们合理来讲的话 通常海军的军舰 在海上的这种航行 最多就是两个礼拜 你必须要靠岸靠岗或者是补给 所以为什么每次舰队支援 你都看到有一艘运补船跟在旁边 就是你要加油加水 加这个各项的补给 那当这些的渔船围着你 你没办法心情补给的时候 你想想看这条船能够撑多久 所以我在想说这个救难船在旁边倒不会去主动拖擦 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看到 说双方来讲 有军事上或武装上的对立冲突 那最好是你来跟我求救 对不对 你都用完了 然后你跟我求救 我这个南海救难 所以这个开始已经蛮明显了 你看到这个队形 有没有 密密麻麻的包围 然后这个116一放 菲律宾就应该知道什么意思了吧 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今天菲律宾不要那个脑袋怎么想的 你如果像马德雷3号他坐占还好 就像是我们要占一块地盘来讲的话 我们一定是在那边盖一栋房子嘛 你搭个铁皮屋也好嘛 但你不会说是开一辆这个露营车在那边 就是说暂地为王 那你露营车 中午油烧光的时候 你中午食物用完的时候 你这个或者是说刮风下雨 你车子就要开走啊 我觉得这条9701号 这个海警船的话 在这边就像是一条露营车 开到那边要抢占地盘一样 那不是笑话吗 有一种说就是还想再开一条来啦 到时候变成一个平台 海上的浮动平台 变成一种海上的浮动基地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不会啦 没那么容易 菲律宾也没那么多船对吧 我特别要说 这个大陆来讲的话 他在马德雷3号 人爱交那边已经上了一次 已经吃了一次闷亏了 对不对 那时候菲律宾曾经答应过他 我船这个到时候 我就拖走嘛 那你先让我坐餐在这个地方 那时候解放军 大陆来讲就同意了 所以那时候来讲没想到你菲律宾 这个食烟而肥 你不承认当初我们的君子协议 那现在来讲我相信 大陆来讲绝对不会再让这件事情重演 如果这种事情再重演来讲的话 对这个大陆政权来讲的话 对他的人民没办法交代 对不对 也讲不过去 马德雷3号已经吃了一次亏 上了一次大陆 你现在先变交这边 如果说再一次同样的事情 同样复制一边2.0版的话 我想说大陆老百姓绝对不会接受 对啦而且这个海警3号令 也已经上路了嘛 可以扣人可以扣船 所以满满的大陆网友都说 赶快动手啊 但是也有一派说不要动手 这样才有练兵的机会 放在这里当靶船来练兵 好问一下介大舌这个事情越闹越大 就是在NHK里面有一位 这个任职22年的一位 这个中国籍可以说是播音员 或者讲主播都可以 那他在直播的时候 实在是忍不住了 脱口而出 钓鱼台是中国大陆的领土 那讲完这句话之后不得了 有没有这个日本啊 整个舆论烧起来都在骂他 那其实他讲还不止这一句 那今天我们看到有这个原因重现 他讲了一大堆 后面又还用英文讲 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 不要忘记慰安妇 你知道心里面 大概是忍了22年的话 一股脑的全部丢出来 所以之前我们看到的 光是这一句又不得了 现在一大堆NHK清查之后 今天还做了一个这个原因重现 不得了 那NHK现在表示要告他 这个事情闹到这么大 那当然日本我觉得另外一头啊 火在烧 各式各样的一个造假风暴 不得了 包括汽车行业啊 还包括这个川崎正攻 这是新的哦 我本来看到之后还想说 是不是旧的 因为他造假不是第一次嘛 过去造假就有斑斑记录可考 那这是新的哦 21号这个有一篇报道 他存在这个篡 他要他这个篡改船用发电机的测试数据 为这个不当行为而道歉 8月21号道歉 那总共涉及的船用发动机呢 是673台 然后8月22号呢 日本的这个官员去进行了现场检查 应该是先破坑之后赶快道歉 好 道歉之后呢 官员就来检查 然后当然了 股价就无量下跌 一个月之内呢 股价大概跌掉了五分之一 那事实上呢 在这个2023年 去年三月的时候 就被爆出 他的数据造假已经40年 我记得我们有当时有讨论过 那这个又是一个新的 那更惨再往前推 2018年当时还拿下了 美国纽约地铁 200亿人民币的大单 还击败了加拿大 击败了中国 但是没想到投用几个月之后呢 质量问题就被停运 所以从2018年开始 这个劣质的记录就不断 到此刻为止死心不改 又在篡改记录 对 这个我觉得目前 这个穿起重工 之前我们也讨论过 像Toyota也造假 不可思议 还有这个HONDA好像也造假 这些都是日本的这些 所谓的工业的骄傲 工业的名片 他也是百年的老企业 都是老企业 穿起是日本战前 就已经很知名的 这种大的重工 那我觉得基本上 他就是说日本基本上 这个经济在走下坡 他要维持他过去 所维持的工业标准 他势必怎么讲呢 他势必要增加成本 所以他为了维持 他的这个竞争力来讲的话 他只有在这用造假的方式 只有用造假的方式 当然穿起重工 这个曾经这个造假40年 那我觉得这也就是 象征是什么 这就是象征日本的工业神话 本来就有点夸张 对 这个40年来日本 曾经辉煌过好长一段时间 他的职人精神 他的这个各项的一个能力 让大家深信不疑 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回事 看起来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觉得就是说日本的这个 其实上一次这个福岛的这个核灾 那个时候大家就已经怀疑 日本这个整个的机制 东电的问题 它机制已经老化 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关关相户的问题 东电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调查报告 就是说日本政府也不敢调查 然后呢这里面政治内幕一大堆 那现在这种 因为东电里面它有这个很大的股东 是美国的 美国的公司持股 所以日本政府更难下手 那这些像三菱 像Toyota 还没有这些问题 那可是问题就是说 它为什么这种造假的行为 这么普遍 现在你只能说用普遍来说了 那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近期的目标 近期的原因就是说 它的这个竞争力 维持它的竞争力 维持它的工资的正常营运 它必须要 那么说穿了 造假就是因为偷工减料 你如果要达到它那个 它那个安全检验标准的话 那你势必 你在那个物料 各方面都不一样 造假那么长的时间 高层难道不知道吗 然后这次是这个篡改数据 所以这一切这个造假 篡改数据 恐怕就不是 不是限于基层的行为吧 我想这个就是 一定是一个到高层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体制性的 做避准 达不到那个标准 干脆把数字改掉 对对对 体制性 那刚刚讲这个NHK 中国基地资源 其实NHK 事实上它是比较自由派的 它过去有很多影片 比如说 这个有几片拍得非常好 也就是日本NH做有关日本 台湾50年殖民统治 他们是拍过好几支片 然后当时访问了很多台湾 受日本殖民统治的人的 这些低流的第一线的这个 我记得他当时访问一个 我们台湾的一个日本时代成长 然后呢 然后这个 这个怎么讲呢 后来到光复时代的一个 已经老先生了 因为这个片子大概是台湾 光复已经过了四五十年才拍的 NGK的 很写实 他问那个老先生 那老先生说 那你在日本时代 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他说就是被日本的同学嘲弄 他说我们台湾人 喜欢吃猪脚还有猪尾巴 他说他那个时候便当里面放的猪尾巴 就被日本同学拿出来嘲笑 他说日本人始终对台湾人保持一个优越感 然后呢他最后过了 可是那个老先生他说 可是我就像一台电脑 我的硬体是中 台湾的 可是我的软体完全装的是日本软体 但是那个时候自由派的NHK 现在好像已经不在了 现在这几句话 这个我觉得他当时他愿意做一个就是说比较持平很多事情 而不是做日本这个右派的一个怎么讲 一个传声筒 那我觉得才会有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个中国籍的南波音员 愿意进入到NHK去做事 你觉得当时这个南波音员的心情是什么 他真的是一口气把大概心里面憋了很久的话都讲出来 因为现在日本是右翼复活 日本不是说他过去日本还有一个反省的声音存在 日本现在纯粹右翼复活 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日本在快速走回军国主义的路线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蕙蕙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蕙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颅蕙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颅蕙蕙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蕙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